歡迎收看今天的華視 無限新聞先安 趕快來關心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把今天交給氣象主播宋彥明 好的 觀眾朋友趕快來掌握 那個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可以看到它目前的中心位置 是在距離台灣 大約是南南東方900多公里處 以每小時17公里的速度 朝西北溪的方向來移動 可以看到它距離台灣的路徑 其實現在是拉得越來越遠了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它主要在通過菲律賓之後 進入南海這強度 有可能會增強 從現在的青台 增強為中度颱風 而它目前每小時的暴風半徑 是150公里 而我們要從它的雨勢來看到 我們看到未來的雨勢預估 其實它影響台灣最嚴重的時間 會是落在明天到後天的時間 我們從下一章的雨量預估 可以看到 其實它對台灣影響最大的 就是在明天到後天的時間 外圍環流將會替台灣的東部 北部地區帶來非常劇烈的雨勢 甚至在宜蘭花蓮的地方 還有其中北海岸 可能會出現豪雨等級的降雨 觀眾朋友千萬不能夠輕忽 而整體的雨勢要到2號之後 才會減緩 到時候變成是東北季風 影響台灣的天氣 雨勢還是會下 但主要會是在迎風面地區 但是比起前一天會稍微趨緩了一點 而今天的降雨我們要從豪雨跟 大雨特報的預報圖來看到了 其實影響台灣最劇烈的 今天還是東北季風 因此氣象局持續發佈了豪雨跟大雨特報 今天在雙北以及花蓮會是大雨等級的降雨 而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宜蘭縣的部分 則是豪雨 另外還要注意的就是強風了 今天在桃園到台南 以及恆春半島 還有在外島部分 都有可能會出現9到11級的強震風 如果觀眾朋友 今天是有計畫到海邊玩的話 一定要特別留意 強風可能會帶來浪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注意您的安全 更多颱風動態 我們會持續為您掌握 先把時間交還給主管安 好 謝謝燕明 那我們再來看到 您有看過這樣的馬路嗎 在彰化鹿港 有民眾一早出門 行進到海域路的時候 發現這前方的道路 好像在跳波浪舞 連這個白色的邊線 都是波浪形狀的 以為自己看錯了 但其實他並沒有看錯 這條馬路真的是起起伏伏 而海域路就變成了所謂的海浪路 對此鹿港鎮長表示 因為這個台灣自在水公司 挖馬路 汰換了水管之後 進行道路的重新刨鋪的作業 所以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自在水公司也澄清說 水公司按照原本的路面 去做刨除的 不過也擔心 這個用路人會發生意外 政工所將會和這個台水公司 以及縣府來動同的會堪 要還給民眾一條平整的路 好 再看到在南投足山 有一棟千萬電梯的透天措 屋主在這個房子的後面 加蓋了一間兩層樓高的鐵皮屋 會阻礙到救火的通道 所以當地民眾很擔心會影響到救災 就跟縣府主管單位來檢舉 那麼對此縣府表示 已經認定他是違建 列入到排拆的建物當中 但因為這邊是屬於是私人的土地 而且沒有危害到公眾安全 所以沒有列入到優先的拆除的項目 那麼這個南投縣內登記 在岸的違建高達有三千多件 如果以縣府這一年最多 處理三十件的速度來算的話 要拆掉這間鐵皮違建 恐怕至少要等一百年 好 再看到這位是兼任台灣民眾黨主席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因為這個快人快語的科室風格 帶來不少的聲量跟人氣 外溢效應還騙擊到北台灣各個地區 不過柯文哲他有一些爭議的言行 讓外界也質疑說這對選情是在州還是副州呢 對此柯文哲他表示 每個候選人都是獨立的 並不是他的分身或是接班人 他自己有改一些些了 但還是保留了一些基本的人格特質 要爭取連任的台中市長盧秀燕 28號在台中殺戮舉辦造勢活動 雖然這個活動是圓滿結束 不過原本要出席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他沒有到場 那麼朱立倫他解釋說 因為當時有四架無人機干擾清泉岡機場 所以導致他的班機延誤一個小時 他也要求政府要正式飛鞍 不過這個網路上面有人就懷疑說 這四架無人機是為了拍攝 盧秀燕的造勢活動 不過盧秀燕團隊也澄清說 他們的高空照是用吊車拍攝的 並沒有拍出無人機 選戰進入倒數 這藍綠兩檔的大咖都動起來替候選人站台 那麼今天前總統馬英九他來到金門替楊振武拉票 細數他的政績也肯定他的努力 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跟新北市長侯友宜 則是到宜蘭出席了林茲廟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不過在後天林茲廟他設入的必案要首都開庭了 朱立倫他也大聲的呼籲希望選民用選票來證明林茲廟的清白 至於民進黨這邊今天晚上總統蔡英文跟副總統賴清德 他們會到桃園替候選人鄭運鵬拉抬人氣 國際導演來關心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位於舊新山的住家遭到歹徒闖路 他的丈夫保羅遭到歹徒毆打受傷送醫 那麼根據瞭解這個歹徒他的目標疑似就是裴洛西 因為他當時還大喊說南希在哪裡 而南希就是裴洛西的名字 不過當時裴洛西他人正好不在家裡頭 警方調查發現嫌犯是42歲的德裴普 而根據美國的媒體報導 他是一個裸體主義者 曾經發表過跟這個極右翼陰謀理論相關的文章 而在嫌犯他所經營的部落格上頭 還看到他發表的文章都是在質疑菁英統治階層 指責政府官員科技公司和媒體的審查制度 那麼這一起案件發生之後 白宮也發表了聲明 總統拜登他為被害人祈禱也譴責暴力 並且呼籲大家要尊重裴洛西家人的隱私 好來關心故宮博物院在日前才發生 國保級的磁器毀損的事件引發了熱議 現在又傳出這個重要的寄存品藍千山館的文物將不再續約 所以這個文物將會離開故宮 對此故宮表示因為院區的庫房空間很有限 要保管資深的文物已經很狹窄了 至於這個續約的問題已經跟這個寄存人商議過 經過雙方的同意之後才決定的 不過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的秘書長就質疑說 國家博物館這麼大 怎麼會沒有空間來珍藏重要的文物呢 西洋萬聖節快要到了 不少民眾都會辦起這個變裝趴 這裡是高雄的壽山 動物園也跟上了熱潮 舉辦一場動物的萬聖節派對 原方把這個蔬果加以裝飾之後 給動物們來享用 像是用這個牛肉做成一隻假手 放在這個南瓜上面 結果非洲式一秒就叼走了 還有這個樹葉的南瓜中 讓找林淡薯吃得非常的開心 另外還有這個胡蒙家族 把這個挖了洞的大南瓜 當成玩具鑽來鑽去 這模樣非常可愛 日本的上野動物園迎接貓熊 今年滿50周年 包括動物園的園區 還有附近的地鐵站 都舉辦相關的慶祝活動 那麼從這個上野動物園 第一次開始飼養貓熊 到現在呢 全國各地總共飼育了13隻的貓熊 儘管過了半個世紀 日本民眾對貓熊的喜愛 絲毫未見 那麼每一次有貓熊寶寶 誕生亮相 總是能夠掀起一股熱潮 一個消息來看到的是 南韓的防彈少年團的成員 GIN 他在28號推出了首張的個人單曲 MV也在同一天公開 我們帶您關心烏爾戰爭也導致全球通貨膨脹的壓力 歐洲地區更是首當其衝 今天來看到是意大利最新公布的10月的通膨率 年增高達了11.9% 創下了38年來的新高 能源價格更飆漲了73.2% 而我們實際關注 當地的生活情況 發現從一般的民眾到商家 他們面對這個飆漲的油店家都大喊吃不消 甚至連知名的景點 維尼斯的黃金店面 都敵不過成本上漲壓力 紛紛倒電關門 俄羅斯當局宣布 成功在一個月之內徵召了30萬人 投入到烏克蘭戰爭 那麼俄國國防部長肖伊古他表示 其中有8萬多人已經派往前線 而目前這烏俄的戰況 各界的目光都是集中在南部的大城赫爾松 當地的俄軍轉攻為首 不斷的加固戰壕 還有這個防御的攻勢 並不打算撤退 而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他指出 赫爾松很可能很快就會爆發殘酷的戰爭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正在立陶宛進行鐵狼演習 總共有10個國家的武裝部隊參演 出動了3500名的兵力 假想敵就是俄羅斯 那麼在立陶宛靠近白俄羅斯的森林地帶 北約這個各國的機械化的部隊 將自身人員與車輛加以衛裝 德國國防軍也出動了暴二主力坦克 與盟國來演練部戰協同 那麼這是為了要確保北約的東一能夠處在備戰的狀態 倘若烏俄戰爭波及到了北約 就可以即刻投入兵力 那麼北約的這一場演習行動 跟俄羅斯的雷霆核武的演習 時間點非常的接近 看起來雙方的校正意味也相當的濃厚 我們帶一看到今年是花蓮和這個日本西邊的 雲娜國挺雙方締結為姐妹式的40周年 在昨天透過了視訊舉辦了慶祝活動 全新打造的紀念碑也亮相了 那麼這個尺寸更是暗藏生意 就是這個兩國距離的這個十萬分之一 也象徵雙方的緊密的情感 過去幾年花蓮市和這個雲娜國挺 有學生的境外旅行 也派了中文老師等等來進行交流 而在前陣子花蓮遇上了強陣 雲娜國島也在第一時間表達慰問 可見兩地的深厚情誼 好 來看到全台鬧血荒 那麼屏東的捐血站就寄出了 市價200元的半支烤鴨 禮券還有麻油來當作贈品 近一大早捐血站的外頭排滿民眾 有人是6點多就從家裡出發 還有民眾為了捐血就做準備 可以在前一晚特別吃了補血的菠菜 還有人是已經捐了46次 這次還是來共襄盛舉 而贊助的民間社團就說 烤鴨跟烤雞都是無限量的供應 只希望民眾捐出熱血 高雄岩城第一公有市場曾經是二戰時期 駐台美軍採買物資的重要據點 這裡人潮不斷 後來美軍撤房了 老城區的風華不在 市場只剩下了十幾家的攤商 而直到青年設計團隊進駐 啟動了長達八個月的翻新改造工程 變成什麼樣的模樣呢 一刻來看 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這個奈格颱風目前在俄羅安比的南南東方 持續的往旅宋島方向來前進 預計今天通過了菲律賓之後 將會進入到南海 那麼雖然它的北轉的時間跟角度 仍有不確定性 但還是會影響到台灣的天氣 在今天受到外圍水氣 還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我們看到氣象局針對宜蘭山區 發佈了號特報 而另外花蓮宜蘭地區 還有台北新北市的山區 都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我們提醒你 這個週日晚間之後 降雨範圍會擴大到南部跟東南部 一直到下週二之前 都有劇烈降雨的機率 提醒您一定要嚴加防範